大家好 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 我是Ryno 现在是美东时间21年7月22号 周四晚上的8点30分 今天这个市场走出来之后 确实有点让我哭笑不得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这个市场涨了 开不开心 当然开心了 今天只要你有持仓的朋友 市场中80%以上的股票都在上涨 你的账户表现肯定不会差 再加上又是周末了 你多舒服啊 安安心心的持股过周末 下个星星的去看一下大科技 大头头们的财报表演 挺不错的 可是难道就没有一点遗憾吗 当然不是了 上个星期的时候 咱们看到最后两天 市场表现的非常的差 而且这种趋势走下去 是有可能会继续再往下更进一步的 也就是说咱们可以买到 更好的价位的股票的 结果到了这个星期 它居然还是给你来了一个V型反转 今天三大指数再创新高 这种感觉像什么呢 就像是你等待着一个期待已久 暗恋的对象对吧 你眼睁睁的看他朝你走过来了 你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结果他张开怀抱 投入了别人的胸膛 是吧 和别人紧紧的抱在一块 你在旁边干瞪眼 就有这么一种小小的遗憾 但是市场就是这样 咱们说我们其实在市场中参与市场 更多的是需要一些耐心 耐心是什么 耐心就是你明知道市场有时候看上去在耍咱们 但是我心里边我知道 而且我要坚持你耍得了我一天 一周一个月 你耍不了我一辈子 对吧 只要我能够找到一次机会一击必杀 我要的就是这一次机会 我不会想着我是不是我每一次机会 我都能抓到 都能够卖到最高 都能够超到最低 如果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属于完美主义了 那可能就比较难受 所以涨了我们跟着他来 涨了我们持股跟着他走 对吧 他不给我买入的机会 现在我能怎么办 我不能怎么办 我祝福他 他要是能天天涨一直涨也没问题 对吧 我们的池仓里边也是一直在获利的 就可以了 也没问题对吧 市场中总有涨有跌的时候 耐心的等待好不好 所以我知道很多朋友可能觉得 今天特别是几个大头头们 对吧 你看这几个大的股票 Facebook暴涨5个点 大家谁能想得到 在没有什么太多消息面刺激的情况下 也仅仅是说他的业绩预期可能会更好 但实际上他这个业绩预期的更好 其实和上次在一个月前的业绩预期 还是有下调的 但是就这样的一个消息照样 它暴涨了5个多点 没辙 谷歌呢 谷歌也比较平淡的情况下 照样涨了3个多点 直接都是跳空往上走 对不对 所以这种情况 你说咱们是什么 你可遇不可求嘛 你持有了 OK 那恭喜你 你没持有怎么办 现在只有两种方式 第一个就是买的就是技术面 对吧 技术面上现在没有给什么机会 现在买可不可以 你买的是右侧 理论上是可以的 但是你带止损 那么第二个是买基本面 基本面是什么 买估值 上个季度的估值已经给过了 已经出来过了 对吧 按照估值在爬升都没有问题 那么重要的是它在下个季度 就是本季度下个星期的财报披露之后 它的估值是多少 那样才是技术面 它是基本面的一个更新 对吧 那个时候我们才能从基本面去下手 所以现在卡的时间比较的尴尬 下个星期这些大头头人们都要出财报了 所以耐心一点点 那么今天指数创了新高之后 告诉大家一声就是 下面的这些圈圈是失效了 圈圈位置失效了 上次讲过的标普 纳指道指这些位置失效了 因为今天他们是创下了一个新高 创下了新高之后 这些结构的位置 需要上移肯定会上移的 但是下一次我给更新的时候 肯定是要等到市场整体再下调 就是再次创下新高 然后有回调趋势 比较明显的时候再去给大家 因为现在又变成了一个什么 变成了一个上行趋势 小的上行趋势就是强势结构 这个强势结构里边 暂时下方的位置离的还比较远 所以暂时不提前给 我们到时候再做一个更新 大家持续去关注咱们的节目就好了 所以今天指数层面可讲的不多 大头头人们的带动 让指数涨得非常的漂亮 市场中尽管涨了 股票的个数很多 但很多股票的涨幅只有百分之零点几 收率的股票百分之零点几 百分之一的股票以下的涨幅非常的多 所以整体上来讲 今天还是说是属于大的 头头大科技股们的一个带动 并不是属于市场的一个 全面做多的一个看法 市场中其实成交量上来看 我们看标普这边成交量 今天仍旧没有放大 今天成交量标普 还是属于一个萎缩的状态 这并不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另外纳指100这边今天是有增量 为什么 今天因为像我们看几个大的 像谷歌微软 像Facebook今天都是增量的一个上行 所以它这个增量是比较合理的 小增量上行 它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上供意图的 那么在道指层面 今天也是一个小增量上行 当然它这里边本身 刚才讲的那几只股票里边 很多就也在道指里边 所以整体上 它和纳指今天的关联度比较高 那么今天的罗素这边相对来讲 还是在一个横盘趋势中 涨了0.47% 波动并不大 盘后又跌了0.35% 一来一回今天白干 今天啥事没干 在这边来来回转了一圈 走了几百步 好 它的趋势还是一样 跟大家之前讲过 现在要看的位置仍旧是206215.7 这个地方不跌破的话 仍旧现在目前还有机会 上方的矿矿的位置是一个压力 所以也是被卡在一个门缝缝里 这个门缝缝我们说 如果再次能够站上上方 229230这个地方的话 那还是一样 还是上看的目标 仍旧在250附近 但现在整体目前是一个偏弱的格局 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 但是也不是说完全破位了 现在没有 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很明显的超级买盘 206到215.7的位置上 所以市场看一看下周 看看科技股的财报 大科技们出来之后 市场到底是继续被卖掉 还是说市场决定不卖了 继续按照现在的高估值顶着往下走 看看市场的表现再说 咱们做一个跟随者 好 我们今天还是主要来讲解几只个股 快速的讲解一下 因为到周末的时间 咱们尽量把节目做的稍微再短一点点 惊艳一点 先讲一下关于第一只工业股票 HON 买它的股票的朋友我相信不会太多 但是你即便不买 你也需要去了解 因为作为工业股票的龙头 它其实包括对于指数的贡献 对于整个行业或者是整个板块 都是有比较重要的作用的 那么HON的财报出来之后 整体是一份比较强势的财报 当然它的股价表现的就一般了 为什么 我给你讲完估值你就知道了 营收是88.8 88.08亿 上年同期是74.77 同比增长18% 净利润是14.47 上年同期是10.99% 看得出来都是一个大幅的增长 那么在每股收益上是2.04 上年同期只有1.53 这个也是一个大幅增长 从前瞻的表现上 HON的前瞻也是给的不错的 上调全年的业绩指引 预计全年销售额是346到352之间 同比是增长4%到6% 这是一个中个位数的增长 那么调整后的每股收益在7.95到8.1 同比增长是12到14% 这是一个中双位数的增长 那么整个的运营现金流是59到62亿 自由现金流是53到56亿 都是属于一个增长的局面 所以总体上能看到工业龙头股票 现在的情况是比较的稳 走的比较的稳当 这个能反映出来一件事实就是 现在通过他们的前瞻可以看到 在整个年度的表现上 整个2021年经济复苏的脚步 没有那么快停下来 有可能就是咱们之前 市场有可能会炒作的一个话题 就是说是不是经济复苏放缓了 咱们从工业股的前瞻上 和工业股的业绩表现上看起来没有 至少现在还没有看到这样的迹象 如果大家看到市场中 有炒作这样话题的一些机会 我想大家还是应该以数据来说话 就是比方说我们看数据 前瞻给的很好 那么整个板块表现的都不错 我们就没有必要过分的看 经济复苏放缓 或者说是估值大幅回调 或者是股价大幅下跌 我们还是有限度的看空 以跌下去做多为主 好不好 这是大家的一个整体思路 所以HON的工业龙头 也能看到这一点 那么从HON的整体表现上来看 估值这边在目前情况下 还是顶着估值在走的 是220-235的一个估值 现在的价格是在229 当然属于高PE状态 同时230-246是前瞻估值 就是完成了年度目标之后的 2021财年230-246当然也是一个高PE状态 同时如果回想 如果它的正常的PE水平和PE值 那么它的合理价格 应该是在182-198的这么一个位置上 也就是即便市场出现了 较大幅度的回调和崩溃 也不宜过分的去看空HON这只股票 它的正常的业绩就在这摆着 是一只机构也是大量配置的股票 所以HON的目前的激进买点 应该是在200-210块钱 然后稳妥的买点应该是在182-198块钱 那么如果有低于这个价格下方 支撑位置的买点 那么很明显就是什么 就是你减便宜的机会 这么一说大家就比较理解了 三档价格 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 按照自己的仓位配置要不要去拿 实际上它的股息也不高 1.6%几 但是有总比没有强 它是一边有股息的配置 一边有股价的上涨 而且业绩表现稳定 预计我认为它在未来的 两个季度到三个季度 可以说或者到四个季度 就是未来的一年 工业股票的表现 这种稳定股票的表现 应该还是值得期待的 就是属于稳固稳步上涨的 它应该在业绩层面 EPS层面都是一个 至少是一个中高个位数的增长 这是能保持维持得住的 所以整个股票的工业板块的前景 还是值得一看未来 好 这是对于HON 然后看另外一个AXP 美国运通 AXP的整体的财报状况 跟大家也是更新一下 QR的营收是102.43 同比增长33% 这是一个大幅增长 净利润22.8亿 去年同期是2.57亿 这个也是一个大幅增长 但是这里边也有一些 损失不备的问题 所以AXP这边目前的账面上 做的是比较漂亮的 所以AXP实际上的股价 咱们能看到大家还说 那它还有多少的空间 AXP本季度 摊包后美股收益 大概是在2.8左右 这个地方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AXP在本季度的超额收益的表现 你不能作为全年AXP的收益表现 AXP根据历史的情况 基本上是维持在1.7-2左右 这一次是2.8 EPS2.8 这是一个超级高的一个特殊情况 它不是一个正常年份的表现 正常1.7-1.8-1.9-2左右 这是它的一个正常值 所以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它的估值就应该是172-215左右的位置 172-215 这是一个高水平估值 高水平估值 那么如果是正常的PE估值 实际上下限会去到137块钱到172块钱 137块钱 那你离现在的价格就挺远了 所以这是一个正常PE 以及在回归到我们说合理的 它的正常年份的EPS的情况下 那么同时在本次财报里边 AXP这边也提出来一点 他们这边的CEO也说 他们预计在整个2021年国际旅行 不会恢复到正常 什么意思呢 因为AXP这边他们也是要靠 跨境的信用卡的支付 使用刷卡来收取大量的费用的 产生大量的盈利的 其实和VisaMaster这边是差不多的情况 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一点 就是他们认为在2021年 可能还无法回到在之前的价格水平 但是从股价的走势上来看 早已经超过了在疫情爆发前的股价 所以这是大家要注意的 要注意的一个安全的区域 你要知道现在炒的是什么 炒的就是一个预期 整个的跨境旅行的预期的恢复 但是CEO今天告诉大家了 他预计不会很快回到之前的水平 好 它的整个的一个相对来说 这是一个中性的买点 142 159不属于接近 它也不属于特别稳妥 属于中性的买点 结合着它的估值和强力的支撑区域 大概就是在这个位置 我一般现在给的这些区域 第一是结合估值 第二个是结合着技术面 是两边重合 我给大家画这个框框的位置 它不是单独的只用了一个东西 它是用了一个综合分析的方法 好吧 所以这个地方也给大家去做一个参考 好 然后看一个另外一个是NEE 大家可能也是之前我们讲过的多的 对吧 后来有跟进过几次 然后现在继续跟进 我们看看它的财报 它的财报作为公共事业板块的一支 比较 也是比较强势吧 或者叫也是偏龙头性质的股票 它整个的情况 咱们从两个季度前就在讲 就是它由于营收 全年预期的营收是下滑的 下滑了以后整个业绩 它要想上爬升 它是有天花板的 所以当时其实给了 特别是在上个季度 给过它的一些估值的问题 让大家其实你只可低买 你不要去追它了 因为追你没有什么想象力 对不对 那么这个季度的财报出来之后 它整个的营收就变成了39.9亿 同比去年42亿是下滑的 营收下滑 符合之前的前瞻财报的预期 市场的预期也是这样的 那么每股收益是0.71 比分析师预期的0.68 高出了4.4% 但是和去年 每股2.61美金的收益 相比下降了72.8% 大家要知道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数值 那么里里外外去扣除之后 其实预计2021年的 NEE的每股的收益 会调整大概是多少呢 2.4%左右 或者是高上限是2.54%左右 所以基于此 基本上也能判断出来 NEE这只股票 它的价格 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 它的高的一个PE值的位置 就应该是在72到76 实际上现在的价格就是已经是了 已经是它的高PE的一个值 高PE的位置上 所以这个地方 其实严格上来讲 你是不能够去什么 不能够去追着买的 追着买 你可不可以买 你买了以后可能年底的时候 价格还在这没动 你买在里边对吧 你只能说把它捂的是挺暖和的 但是它又不生小宝宝 对吧 又不给你产生价值 那你怎么办呢 那它只能什么 你就拿着就难看嘛 所以你想要它产生价值 只能干嘛 等它 你要等它什么呢 你要等它下来 现在的估值是72到76 对不对 高PE 营收下滑 但是它的全年EPS 还是保持在原来的位置上 全年没有下调 但是营收是在下滑的 整个的前瞻 我们可以看到76到86 这是一个高PE状态 我凡是标有高PE状态的 大家记住 以后我就不重复了 就是它这里面实际上 都指的是有10%到15%的一个回调空间 就从PE的角度来讲 10%到15% 是现在它高出的一个水平 只要我标了高PE的 都默认都这么个情况 所以意味着股价 可以有10%到15%的一个回调区间 好 那么基于此安全的支撑位置 和基本面的买入区域 第一个相对来讲72到76 是一个可以考虑的中性位置 72到76 但你如果买76 那76它上方的估值也就是76 72到76你就挣什么 你挣个手续费吗 没意义嘛 你尽量往下贴着买 对吧 尽量贴着72去买 尽管区域是在这 但是72你可以贴着买 然后想占点便宜的 68到71 这个地方至少你买了以后 长线上 中长线你不怕它套着你 或者你不怕你说你的受了损失 对吧 套着你没关系 你先拿着股息嘛 拿着股息 它股息差不多2%左右了 也还可以 对吧 跌一跌的股息不是更高了吗 所以你的考虑也是什么 在这个位置去做 这个位置去做 好吧 68到71 或者第一位的接近72的部分 再去做 分批去做 这是可以的 其他的地方 77之上没有任何追的必要 没有任何买的必要 因为买了你可能年底之后 除非抓住中间一个大波段 然后往上走一波 走到前高80附近你要卖掉 你要舍得卖掉 把成本降到下方这个区域来 你才能去拿 对不对 否则你这个地方买了后 想象力是比较缺乏的 好 这个就是几只股票和大家讲了一下 今天讲的主要的内容就是这么多 最后讲点闲话 什么闲话呢 昨天的时候 节目的尾部不是跟大家说吗 说YouTube出了一个 感谢的这么一个功能 对吧 相当于就是一个打赏主播的这么一个功能 里边好像是从2块钱到50块钱不等 都可以选择吧 然后很多的朋友昨天 直接一下就大手笔 打赏了什么50块 对吧 50美金50加元 其实我觉得 我老老实跟大家说一句 我觉得大家给的太多了 真的是 首先表示感谢 但是真的是给的太多了 大家太慷慨了 你们这一天的时间打赏了 你就承包了我差不多半年的咖啡钱 我是这么想的 因为本身大家知道我自己投资 也是在赚钱 对吧 因为我的持仓每天给大家看 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什么样的情况 我的投资是一直在赚钱的 从去年到今年来 大家可以看得到一直在赚钱 而且你来看我的YouTube的节目 YouTube上面是有广告费的对不对 多多少少不说 管它有多少呢 但是它也是有收入的 所以大家其实在看节目的过程中 已经贡献了很多了 包括还有很多朋友加了会员什么的 其实我是在想的什么呢 通胀这么厉害 物价这么贵 我觉得大家不需要给那么多 大家可以意思你表达到就可以了 不需要给那么多好不好 多留点钱 你给自己给家人买买东西 有什么想买的就买什么 如果没什么想买的 你存起来对不对 你存起来也可以 你就我们说无论是投资也好 还是消费也好都要理性好不好 理性理性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第一 不能超过你的能力范围之外 第二个就是意思到了就可以了 对吧你就行了 非常感谢大家 所以花同样的钱 如果你真的是想表达长期的感谢 我建议什么呢 你还不如去加我的会员 为什么 因为我的会员里边 一个月就是初级会员看视频的 一星期更新一次视频的 那就是10美元一个月 10美元相当于你赞助了我10美元 一个月你也可以获得知识 对吧 因为我会员节目里边是每个星期 都去更新一期的 每个星期都会更新的 然后主要是讲什么 就讲一些投资方面的一些专业知识 这些东西你看了以后你有需要 同时你也赞助了我 这个就挺好的 目前里边有52期会员了 你现在加会员以前的都能看 你找会员播放列表里边全部都能看 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我希望以这种方式可能都更好一些 总之非常感谢大家 昨天的打赏真的有一点 让我真是受宠若惊了 感觉确实给的太多了大家 好不好 希望大家以后还是尽量 你要想表达意思 意思到了就可以了 好不好 好 当然了 如果你真的要是土豪 你说我就是拿着几百万投资的 然后我跟着一块去做了做 然后挣钱挣了几万几十万的 你说小意思 那就看你个人了对吧 但是我建议普通的大家 正常的散户投资者 还钱省着点用好不好 意思到了就行了 好 到了周末 我还是预告一下我们周末的会员节目吧 周末的会员节目 讲讲成交量的趋势补捉 讲讲OBV的量能累积指标的一个实战的用法 因为关于成交量的问题 咱们以前讲过 那么这一次就加入了一个OBV的指标 通过一个量化的方式跟大家来讲一讲 怎么样去使用它 好 然后在每个周日的晚上 会去更新 RHINO答疑的社区的帖子 会在首页社区帖子里带有QA标志的 大家有问题可以去提问 提问完了以后 我就和大家来在下个星期的每一天 你要去每天都有问题的话 我就每天在里边跟大家做回答 每个星期都会去更新的 好 这个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收听和点赞转发 到了周末了 祝大家周末愉快 下个星期非常重要 大科技财宝们都要出来了 估计非常热闹的一周 好好休息 好好的玩一玩 周末养金蓄锐 咱们下周的同一时间再见 咱们就还是非常感谢大家的点赞 转发以及打赏的支持 今天节目到这儿 咱们就下个星期的同一时间再见